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现在做多被套牢了 或者是放空被嘎到的投资朋友 我们都欢迎大家利用我们的一个免费call in 专线 0800-787-588 0800-787-588 call in 进来 留下您想问的股票之后 现龙老师待会下节目都会亲自来帮大家做一个诊断 并且在节目之中给大家最专业的答复给您 好 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回答一下 昨天下午也为这个张先生来电咨询 问到一档股票蛮多人都很关心 其实前几天也才有投资朋友问过的一个 6456的GIS夜城这档股票 那这档股票我们还是再来做一次检视 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谈到 他的一个刚公布出来 第二季的财报 EPS达到4.6% 比第一季增加了51% 7月营收129亿年增149% 都是一个利多大幅度成长 可是要注意的是在股价公布出来 财报获利大幅度成长之前 股价就已经从207块大涨到最高347块 已经翻了快要这个五成上去 提前反应利多了 这时候开始看到筹码面 有外资现在逢高持续在做一个调节 卖超的动作 那更要注意的是8月8号那一天 股价开平拉高上去之后 反手出现一个下沙的走势 一根长黑K棒 长黑K棒跌破了前一天红棒的低点 K线出现这种长黑吞噬的形态 接下来就要注意哦 如果说接下来反弹 三天之内没有能够去过前高 那就会在结构上有转弱的疑虑 那现在来看就是有这种现象 我们看这边会比较清楚一点 当他股价公高到347之后 拉回1123先跌三天下来 现在反弹1123三天仍然过不了这个高点 也过不了这根黑K棒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上的一个结构 我会提醒大家 已经有所谓的转弱疑虑了 我认为这个阶段的夜程 要开始居高思维 结构上面已经到了我所说 抗龙有悔的阶段 这是给张先生或是手中 仍然有GIS夜程 关心夜程的投资朋友 一点操作建议 好那回来谈到大盘指数 昨天大盘再一个下沙 跌到季线以下之后呢 今天大盘目前反而是开高强劲大涨 盘中最高已经大涨了110点 来到10336 目前最新位置在10300 上涨了75点的幅度 但指数的部分杀破季线之后 现在出现个强劲反弹 我想有到我Facebook 粉丝专页来看我台股盘后报告的 应该都不会太过于意外 因为我们在上个礼拜 当大盘指数跌到季线以下的时候 我们就提醒过大家 你要去注意 季线的扣底位置 目前呢会在9000 这个9到1万点附近的一个低档 那未来这段时间都在11000点以下 换句话说 目前季线都还会持续上扬 这种状况跌破季线也不会太久 很容易都会出现一个强劲的反攻 那包括大盘昨天开高走低 一根黑K棒杀下去 跌到10225 昨天我台股盘后报告 因为县荣老师要准备这个 线上演讲会暂停了一次 不过在我们会员朋友的分析日记里头 都有特别叮咛 昨天这一根黑K棒出来 它叫做什么 最后吞实底 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卖压一口气宣泄完毕之后 接下来大盘反而在酝酿一个反攻的机会了 今天大盘开高走高 盘中大涨110点 如预期的 大盘开始出现一个反攻走势 那当然大盘这波反攻会走到哪里去 又接下来要去注意哪些重点 关心指数的还是提醒大家 欢迎到我的Facebook粉丝专页 按个赞加入追踪 或者是有智慧手机 有在用LINE通讯软体的 也欢迎将县荣老师加入到你的好友名单 县荣老师的LINE账号是 小老鼠 YOURBESTTEAM Your best team 或者现在就可以把手机拿出来 扫描一下这个QR Code 就可以将县荣老师加入到你的好友名单 县荣老师每天收完盘 都会针对大盘最新的价量结构 最新的筹码流向 针对指数未来行情 该怎么去规划 怎么去观察 怎么去预测 会给大家做一个比较相近的报告 那在盘中我还是提醒 其实在这个阶段 你不要把赚钱的希望放在指数 会往上涨就好 今天又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为什么一直提醒大家 你不要把赚钱的希望放在指数会涨就好 重点应该是做好掌握结构太弱则强的动作 结构里面如果是属于浅荣物用的股票 抗荣优惠的股票 真的该出还是要出 不然你买错了股票 爆错股票 你真的会发现 指数就算涨 一样会赔钱 那今天再举两档股票 来做个例子 一档股票 昨天也跟大家谈到过 宏达店 1月5号 吴小姐来店咨询 那时候 县荣老师就特别叮咛 第一个他的一个业绩仍然持续在衰退 第二个大户仍然出货 这个之中 股价看似在打底 其实是弱势股 反弹都应该站在卖方 来太弱则强的 对不对 结果现在指数 已经从那时候9300 9400 又继续涨 涨到这地方 1619点了 涨了1600点 对不对 那现在呢 宏达店昨天股价 反而跌到63块多 即将破底 那今天大盘指数 反攻了 今天大盘开高走高 盘中涨了110点 目前涨76点 对不对 好 可是我们看到宏达店 股价有上来吗 不但没有 反而反手再度下杀 盘中跌到多少 59.7 指数稳住了 可是宏达店的股价 真的跌破 今年以来的波段新低 等于今年 如果都还在继续摸底 还在继续买宏达店 还在加码摊平 结果你会发现 指数现在已经涨了1600点 现在又开始反攻 可是宏达店居然股价 继续破底 好 那不止宏达店 再来看到另外一档股票 生计股里头 4746的台药 光字边的台药 那火字边的台药 是当时我们推荐的物联网 那4746光字边的台药呢 3月20号的时候 有位萧小姐来电咨询 也问到了这档股票 埋在96块 那时候在88块多的一个价位 我还特别叮咛哦 那它虽然是生技股 生产原料药 你不要以为生技业绩 就一定大幅度成长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业绩其实它也是在衰退的 重点是去年有法人 在年底的时候 任养在作账 到了第一季 就已经开始反手调节 在这个出货了 而在指数创新高的时候 它也已经跌到月线季线 半年线以下 相对弱势的形态出来 结构上面都已经转为 我所说的浅荣雾用 这时候呢 也要怎样 太弱则强 好各位投资报 从3月份到现在 指数从9562点 涨到10619拉回 涨了1000点之后 过高回档一下 杀个短度而已 可是再来看到台药呢 好台药的股价 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会看到今天大盘指数 开高走高 涨了110点上来 台药却是开高 走低 又翻黑杀下去 而且不是今天底 回头一看 今天最低已经杀到71块 一样指数在大涨1000点过后 居然从那时候 我说反弹要找卖点 要太弱则强 现在呢 已经一路的往下 又破底 跌到71块 等于这一路以来 还在买生计股里头 4746的台药的投资人 全部都是套牢的 对不对 所以你就很清楚的看得到 为什么现龙老师再三叮咪 你要成为股市之中的操盘高手 成为赢家 重点你不是要把赚钱的希望 放在指数会不会再涨就好 你要去主动的做好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的动作 那什么叫结构呢 也就是再三提醒 你要去看懂股价 到底处在哪一个位置 潜龙勿用的股票要避开 看龙游回的股票 也要懂得居高思维 要买就买建龙在田的股票 低档来做布局 等着他飞龙在田上去 大波段或操作 才能够真正赚得到 所谓的一个大钱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 现龙老师挑出来的股票 都是精挑细选过 这地方我所说的 产业除断萌芽期 正准备进入成长期 而股价在低档 重点是开始转强 能够去把握到上车的机会 大波段操作 这就会有可观获利可期 等到他飞龙在田上去 这时候就是大波段的获利了 我再举个例子 对不对 刚才谈的是4746的台药 今天股价又下沙2块3 现在跌到71块 那另外一档台药 来看到这是当时 我写给会员朋友的分析日记 里头推荐买进什么 大数据新黑马 6274的台药 火字边的台药 当时我们看好台药 它生产的耐高温高速铜箔基板 这是物联网巨量资料 还有包括4G基地台的 一个关键零组件 它的技术领先同业 而业绩开始创新高 启动成长动能了 技术面也有大户在进入 转强讯号出现 那时候才34块多 县荣老师推荐给会员朋友 对不对 各位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到 当时这一档4746 光字边的台药 股价在多少钱 80几90块 好我们4746 我们6274的台药 在34块 好一张 可以换多少 三张 好那到现在呢 台药已经涨涨涨上来 涨到69 涨到快要70块了 对不对 而台药呢 这档光字边的台药 从90块跌跌跌跌到70块 现在是一张只能换一张 那这一来回差别 你会发现完全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你买错了股票 现在是重商 买对了股票 却能够在这一波行情里面 你不要说从筹赚到尾 至少中间这一段赚个五成以上 绝对没有问题 对不对 那不止台药是这样子 今天台药我们看到股价 6274的部分 是涨上来 又盘中最高来到69块8 它是前几天 刚上个礼拜刚刚除息 如果还原全值 现在是在创新高了 那指数其实你会发现 昨天重挫下来 今天稍微直稳 季线保卫战 还能不能够守住 大家还在猜 还在观察 可是这个地方看到6274 已经股价还原全值创新高 那不止台药 再来看到另外一档 我们上个月布局的代表作 这个车用电子的新黑马 4721的美奇马 当时我们看好美奇马 它生产的电池正极材料 跟氧化处煤 各占营收比重5成 那其中在电池材料的部分 需求正在大幅度成长 公司正在积极的扩充产能 产能总共增加5成左右 开始订单掌握在手中 业绩创新高 启动了成长动能了 技术面也有大幅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所以那时候股价 有没有飙还没44块多 我们就在带着会员朋友 持续在做买进 对不对 然后呢 开始慢慢上来 转强的一个走势确认之后 46块多都按照计划 加码到两成持股 结果呢 接下来看到美奇马股价 开始一路的往上来做走高 8月4号亮灯涨停 8月7号再亮灯涨停 8月10号 8月9号第三支涨停 8月11号 这地方股价涨不停了 这地方又涨停了 那今天呢 昨天大盘中错之后 今天稍微直稳 那昨天的美奇马涨多也拉回一下 可是今天你看到又创高了 今天还没有涨停 涨停是69.5 今天最高69.4 还差一毛钱了 可是回头一看69.4 它又再怎样 又领先大盘 再创新高 所以你会看到 为什么台药 为什么美奇马 它能够这样持续的往上涨 甚至不用靠大盘就能够这地方一路的创新高上去 这就是县荣老师跟大家所说 你为什么要去掌握结构太弱则强 因为当你抱着弱势股 抱着宏达电 抱着生计股里头4746的台药 现在看到大盘稍微回稳了 这个股价却还在破底 可是反过来 如果你买对了 买到6274的台药 或是跟着我们买电子 抽用电子4721的美奇马 现在指数还没有能够创新高 股价都一档一档上去 所以再度证明两件事 第一个强势股 可以不用靠大盘 自己的上涨 第二个强势股更可以找一步之道 事先布局 只要你能够按照县荣老师教大家的方法 去找到真正有爆发力的产业 有竞争力的公司 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自然就有机会这样一档接一档 那你会看到我们不只台药 我们不只康普是这样赚上来 包括之前的康普 包括之前的汉磊 类比科 包括之前4912的联德 包括451的智深科 很多就像三成五成 甚至一倍的这样赚上来 对不对 这就是现龙老师的使命跟责任 在帮助每一位会员朋友 锁定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找出来有竞争力的公司 并且领先市场买在第一档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方法 那我还是强调 不是叫你去追台药 也不是叫你去追美琪马 因为今天的收获 是来自于昨天的播种与耕耘 盛龙老师都之前 就已经带着会员朋友 布局好美琪马 现在还在赚 所以我们的会员能够大获全胜 那如果你现在去追高 前两天一个高档震荡 指数击杀 你会不会很害怕 当最后一只老鼠 是不是在这地方赶快 甚至有人在受献鼓当冲 早上进去买 下午看到尾盘下杀 就赶快又杀出来 结果白忙一场甚至还是赔钱的 不可能赚得到大钱 只有跟着县荣老师 在之前就做好第一档布局 你才能够稳稳的赚到这个大波段 目前我们短线部位 已经先赚三成 波段部位基本持股 已经赚了超过五成 还在继续赚 那不是叫你去追 记得 那今天的收获是来自于 昨天的播种跟耕耘 而明天的收获 则要靠今天的决心与付出 所以如果说想要赚到美琪马 这样子的股票的 你要去思考 那县荣老师 现在已经在播种 新的一个黑马股的时候 投资朋友 你要不要把握机会 这部分想把握的投资朋友 提醒大家 8月15号 今天就是我们的线上演讲会 已经准备开播 还没有报名的投资朋友 最后几个名额 赶快来索取账号密码 待会休息时间 就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 第二阶段还有更重要内容 马上再回来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运达投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祝全天下的爸爸 父亲节快乐 会期加码 加高手养成班 感恩巴巴 超值优历17.6 父亲节优惠只要8.8 请你立即拨打洽询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好看我在家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名师为您 及时且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接评操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存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下群推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好那这几天 很多投资宝都打电话进来 在询问现荣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的一个会员的时候 有投资宝说 真的很认同现荣老师 在电视上 教大家的操作的一个理念 选股的一个方法 那也看到现荣老师 真的今年以来 从之前的台药 见准到康普 汉磊 到现在的美琪 一档一档 真的都这样子 按照现荣老师的选股方法 都能够稳扎稳打的 创造不错的一个利润 可是有了投资宝都说 现在指数 哇涨到这地方大幅度震荡 好担心 担心会不会这个地方出现回跌 尤其最近 这个川普跟这个金正恩 哇好像快要开战了 那会不会造成股市 会有所谓的一个大动荡出来 会有系统性风险出现 所以很担心不敢进场啊 那其实我会这么说啦 会担心会害怕我知道 所以呢 我才告诉大家 这个行情才有机会继续再上 如果哪一天全市场的投资人 都不担心都不害怕了 这个行情反而我会很可 我会很担心 行情是不是要盛极而栓 那反而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很担心 很害怕 你去想一想 股市的低点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就是在大家最不敢买股票的时候嘛 想这个去年 想到去年11月份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很多人也是很担心很害怕啊 股市已经涨到9300了 会不会9000点 这个就是高点 准备要回跌了 川普当上美国总统 黑天而出来 会不会爆发这金融风暴啊 所以不敢买 行情就上来了 然后今年这个前两个月 这个川普陷入到通俄门的风暴 很多人行为人说 这水门案的翻版 美国股市会绊盘哦 所以呢叫大家赶快放空 对不对 那结果呢 害大家不敢买股票 结果行情又从那个时候 10058一度跌到 一度跌到9895 是不是到最后变成万点 最后买点 你不敢买 又看到行情上来了 所以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行情的低点 通常都出现在什么时候 就是出现在 你最不敢出手的时候 那你说你不敢出手怎么办 所以我说你为什么需要加入 现荣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 这样子我才能够带着你 带着你在别人最不敢出手的时候 把握到那个人气我取的机会 把握行情看起来最恐慌的时刻 能够在基地党找到真正的好股票 逢低来捡便宜 才能够迎接未来大波段的获利 也不要等到股价涨翻天 才去跟人家乱追高 这样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操盘高手 成为赢家 对不对 所以在接下来 我反而要趁着这个时刻 当你可能最不敢出手 现荣老师要带你 带着你再来布局 我所说未来最有爆发力的 电动车的商机 最有爆发力的 包括美国车辆 要在2022年9月份 全面安装自动刹车系统的商机 这些都不会因为北韩跟美国会不会开战 而有任何改变 都会在未来大幅度成长 包括工业4.0的部分也一样 对不对 那里面我们就去找到有竞争力的公司 什么叫竞争力 业绩至少会成长 大幅度上来 包括像当时2421的见准 不就是看到了VR 还有包括车用的需求 带动它的业绩 创新高 启动成长动能 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 24块多买进 大波段的获利赚上来 对不对 然后包括了我们的康普 46块多 那时候发现电动车电池材料 需求大幅度成长 营收启动成长动能 创新高了 技术面有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 46块多买 也大赚了超过五成以上 获利入带 然后换到4721的美奇码 对不对 赚完康普的五成 再来赚美奇码 现在也获利超过五成以上了 你会发现 地方一档康普赚个五成 100万先变150万 好 那再换到美奇码 150万再赚五成 又赚了75万回来 对不对 现在已经变成220 230几万了 这样的一个大波段操作 一档接一档 你才能够真正的 在股市里头 赚到大钱 对不对 那如果错过了 当然不要自己再去追高 新的黑马 华城 现在也已经开始发动攻势 拉回来 我们都还会再找买点 那另外这一档 功率半导体的新黑马 继我们上半年汉磊也大赚一波之后 现在业绩也开始创新高 启动成长动能 技术面 也有大呼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趁着拉回 我们都准备继续来做布局 如果说投资炮 错过我们之前的康普 跟美奇码 将五成再五成 大波段获利的投资朋友 那提醒大家 8月线上演讲会 今天就要正式的开播 新的黑马 我们已经都在做布局 想把握的投资炮 记得机会只留给 做好准备的人 做好准备加入县荣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 一起来掌握真正大波段 获利的好机会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的支持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BC 赞 马